各位领导人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豪神有约 今天的豪神有约 我们邀请到一位领导人 他原本是个家庭主妇 来到台湾16年 在5年前想要创业 开一家火锅店 但后来被他的推荐的影响 来到了一位 他在没有人脉资源之下 却有个很好的表现 今天很荣幸 邀请大家来接受访谈 现在就借大家赏声欢迎 荣誉飞马领队一 黄子清 黄子清早安 早安也好 大家线上的所有的嘉宾 所有的我们例会的伙伴 大家早上好 然后就是很感谢豪神 然后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让我可以在线上 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我听你的声音觉得很像那个电视主播的声音 你当时没有考虑往主播界发展吗 怎么没有想过 开玩笑 因为你的声音其实蛮有词性的 这如果说闭着眼睛很适合就是睡觉的时候听你的那个声音露眠 真的吗 很有词性 谢谢 好的 那就先简单地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背景经历 让大家认识你一下 我是来自四川 因为我出生在四川 生活在四川 就是在四川的一个就是比较靠山的一个小镇 但是呢 其实我在我们家我排行最小排行第五 我前面有四个哥哥 那其实在家里面小时候是蛮受宠爱的 那还有就是在家里面虽然我们住在那个小镇上面 但是就是之前在我们那个时候啊 在那个年代我出生的那个年代 我觉得说我们家还是蛮不错的 算是一个高干家庭吧 然后就是我爸爸是有参加过抗美援朝 对在战场 在那个战场上打仗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连长 那后来就是回到家乡 然后去工作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后来我听到我家人跟我们分享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非常的热闹 就是我上面四个哥哥 他们都非常的调皮 然后常常拿我爸爸的枪 然后去打鸟 所以常常去闯祸 所以变得非常的热闹 但是我记得说那个时候 虽然说就是我们的那个环境是不是那么好的 那个时候还是我记得 我记得在我有记忆中 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们还会有那个粮票 然后去那个什么就是去买粮食这样子 那个时候是算是共产社会吧 就是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都会去爸爸的食堂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就是长大 虽然说那个时候物欲没有很强 但是我觉得说那个时候也是很快乐 只要我能想要的东西 我爸爸一定会给我 所以连我爸爸然后就是连讲一句很大声的话都没有 所以就是就是这样子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家人 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嘛 所以我的哥哥我的大哥可以做我的爸爸 所以在这样子就是家人也会很保护我 所以让我就是因为还有就是那个时候 家里面常常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陌生人 然后就是去找我爸爸这样子去拜托我爸爸 那个时候就是要让他们的孩子去服兵役去当兵 那是很了不起的 对那个时候去当兵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就担心 然后就让我不要在外面随便跟不熟悉的人讲话 也导致了我就是后面长大以后就是性格变得非常的类像 然后不善于就是跟不熟悉的人去去讲话 会觉得说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不熟悉的人 所以我觉得说但是就是因为就是这样子过度的保护吧 对这就是我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就是我在高中我高中毕业 毕业之后呢因为我其中的一个哥哥在广州 在广州的一个黄埔的一个那个什么在公安单位任职 然后后来他看到就是说我在家里面没有什么发展 然后就想说广州是一个大都市嘛 想说出来的机会会比较多 所以就让我来到广州 所以我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在广州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去一个那个什么就是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那个以前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开那个老服务 然后去收钱然后常常手上就是拿很多很多的现金这样子 觉得很过瘾 那我后面呢后面的一个工作 然后就是在工厂里面做纸检 对然后到后面就是一年多一年多过去 我在96年97年我就到了深圳 对就是这就是我的一个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那在深圳后来就认识了我孩子的爸爸 到后面又来到台湾这样子 那个年代不是说只够生个小孩 那为什么你可以有四个哥哥家里那么热闹 刚好到我那一代 刚好到我那一代就是计划生育了 就就不能再生了 我说我也蛮幸运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赶上 我还可以还可以就是说还可以就是对 生还可以就是生活那个什么出生下来 然后这样对对对对 所以你后来就在广州深圳 待一段时间工作 然后就来台湾 对对对 那其实那时候应该是16年前吗 16年前 到台湾 对对 那时候来台湾的第一个印象如何 然后来这边的感觉生活跟他分享 感觉生活 其实我来到台湾刚下飞机 那个时候我给我的感觉 然后我的印象中 应该台北应该算是国际大都市 对吗 那个时候我没有来之前 我的脑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画面 我觉得说台北应该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大都市 应该有很多的高楼大厦 可是当我一向飞机的时候 我看到的不是这样 我来到台北的时候给我的印象 台北市为什么会有这么 高楼大厦没有这么多 然后都是比较多的一些老旧的房子 那个时候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样 可是你真正走进来之后呢 感受到的其实还是很干净 所以那种感觉是蛮好的 那另外就是说在这里吃 然后不太习惯 因为像四川人嘛都喜欢吃 吃中口味 辣的 对对对对 所以来到这里吃东西 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偏甜 好像感觉所有的东西里面都有加糖 所以很不习惯 所以慢慢的在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才发现其实台北的人文数字 相对的来说是比较高的 所以就是饮食方面比较不习惯 对对对对 饮食不太习惯 还有刚开始的那个什么 跟我的一个 就是脑袋里面的那个画面 是有落差的 但是你真正要跟就是跟人就是在真正的接触之后 才发现其实就是素质相对来说是比较比较对比较高的 对 是那你觉得台湾的好的地方有哪些 就是你看到台湾比较不错的地方 跟你过去生活比较起来 我觉得说就是单单讲那个就是说像我们就是一些大城市 在内地的一些大城市就是数字相对来说也是高 但是去一些就是比较偏远的一些一些就是三线城市四线城市 他都会有乱丢垃圾的这样子的一些习惯 好 还有就是会随地吐痰 然后就是鼻涕这样子 这是很难接受的 这是很难接受 可是在这里就是就是比较少看到这样子的状况 对 所以这是其中还有就是乡下 然后就是感觉就是乡下的那个就是整个干净度 就是整洁度也是跟我们内地的一些乡下的这个环境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我最深的两个就是两个印象 那么觉得台湾人蛮有人情味的 对对对 特别是南部人 对非常的 对对对 非常的热情 对 所以现在应该生活应该都已经完全适应了吧 应该说是非常的习惯了 反而是我现在回到LadyG不太习惯 对 不管是吃的方面 因为我每一次回去的时候 就是在外面去用餐 就是一定是在餐厅里面的餐都是非常的有力的 然后就是非常的重闲 对 所以就不太习惯 好 那你就来台湾之后 我知道好像都一直当家庭主妇嘛 对不对 对 那中间过程有没有人跟你 比如说跟你分享 叫你直销的 就是跟你介绍直销啊 有没有 就是这中间都没有 其实都没有 真的都没有 我觉得好奇妙哦 但是 但是我在想要出来的时候 就是说 我是接触 接触立会 跟我去找火 是要找火锅店 这个当下我接触到立会嘛 认识到海域嘛 因缘机会下 认识海域 他跟我分享这个 可是在那个过程 在我 就是想要出来再找见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有认识到一些 一些就是朋友 他们就跟我分享了那个什么 有分享直销的产品 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有吃产品 比方说仆仲的产品我有在吃 然后就是那个 还有就是女生都爱漂亮嘛 所以我那个时候有用一个保养品 就是那个 森利的保养品 对 然后有在用 我觉得说 这产品都还蛮不错的 仆仲的产品的话 就是没有多大的感觉 因为他吃了以后 就是很难吞 他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有一些 就是长遭症 未死到力流 我也有 那个时候也有去看医生 对 所以看医生 医生就是给我的一个结论 就是免疫系统失调导致的 那所以也有开药也吃 但是没有多大的改善 所以我接受了他们给我的这个产品 就是普通的产品 可是我吃好像就是 那个感觉 吞咽的感觉没有很好 我后来也没有吃 摆在冰箱里面 可能就是过了半年一年 都还在里面 对 所以那时候对于直销 这个这两个字 完全没有概念 应该说是 对应该说是 其实我买东西 我会在意的是它的效果 我不会去在意 它是用什么方式 在销售这个产品 我不会去在意 我觉得效果更重要 我相信这也是 就是很多的一些 一些人的一些消费观 其实直销 它只是一个生意 对吗 它只是一个生意的一个模式 它没有不好 对 只是可能就是 后来我才了解到 很多人讨厌直销 不是因为直销本身 可能很多的制度的关系 可能制度的不合理 什么重销 或者任何 导致了很多人 就是 就是在里面 就是 没有赚到钱 赚到很多的产品 就是花了很多钱 所以让很多的 很多直销商的一家人 可能就是说 就是这样子的一些 印象很不好 所以才会有这些 负面的一些观感 其实我觉得说 像我用的 这个 那个像外在的 这个天力的产品 我还觉得很好 对 我还觉得很好 其实我觉得 重点是产品 有没有效果 比较重要 是 对 那你后来是什么 机缘之下 接触了立会 接触立会 是在 真的就是一个 因缘机会下 我认识海域 其实我跟他 也是陌生认识的 但是我觉得很奇妙 人跟人之间的缘分 真的非常的奇妙 其实那个时候 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宁家小女孩 然后笑容很好 很好 那个时候 其实我需要温暖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我跟我 我就是小孩的爸爸 就是不是很 不是很开心 就是我们在准备要 就是要分开的 那个时候 对我就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笑容 就好像一抹阳光 一样的融到 我心里面去了 然后就跟他加了赖 这样子 后面 后面就是 他有 他有就是 一直在跟我互动 我觉得很感恩的 就是说他 他就是说 算是弃而不舍的 然后就是一直在陪伴我 包括陪我去找店面 然后就是 然后找完店面 然后陪我用餐 然后再带我来餐会 这样子 那当初为什么 为什么想要开 开火锅店 其实开火锅店就是 就是因为 跟先生就是 就是要分开嘛 那我从内地嫁过来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人脉 和资源 但是我又 不想要回去 因为我知道孩子在这边 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那我想说 那我那我在这里 我要靠什么养活我自己 我知道我不能去打工 我如果说去打工 以我的条件来讲 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我没有任何的 就是更高的一些 优越条件 可以让我就是选择 一个好的工作 我外付我要去打工的话 可能找的工作 就是服务行业 那服务行业 一个月薪水多少 可能两三万 两三万 以我当时的 那个条件来讲 我连租房子 可能都不够 或者是我就是租了房子 我每个月的开销 都是都很难维持 更不要说 我要养我的孩子 因为我也希望就是说 我虽然要跟我 就是孩子的爸爸分开 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 孩子要我自己来养 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说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我能做什么呢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 我要做什么 我也想过就是说服装行业 可是后来一想服装行业 其实卖服装 它的特别是台湾的气候 它没有所谓的春天和秋天 要么就一下子就 一下子就那个什么 就是就两个季度 冬天 那么就是夏天这样子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会面临到你每一季 然后就是太患的速度太快 你会压很多货 这个就是风险 那后来想说 那如果说做餐饮 那餐饮那个时候 在我刚开始决定 要开火锅店的时候 那个时候 在台湾还没有一个就是说 我认为是比较就是道地的 我们四川的麻纳国 所以我就说不管在任何就是 力尽下面吃 没有没有一个人会会那个什么 就是会节省吃这这样子的一个开销 所以我后来才决定要去就是开餐饮 那个时候想说我开火锅店比较单纯 好 那只要就是把料炒好以后 然后就是锅底上上去 那就是如果说你要炒菜的话 我也没有那个实力 所以后来就去决定就回家 就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去我的同学那里 然后同学开了一间很大的一个麻辣国 然后就在他那里去 很早早上六点钟就起来去 学那个什么摆盘之类的 因为餐厅里还是要摆盘之类的 然后后来就是学了两个月之后 后来就回来台北 然后就开始在做市场调查 还要去找一些材料 因为在台北基本上 就是台北的一些花椒辣椒都不够 就是做不出我们市串的那个味道 所以一直在找一些物流 所以到后面我认识海域的那个时候 是刚好就是我所有的都已经 就是准备好了 就是在找店面准备开始的时候 对 所以也就是想要把孩子 想要就是说赚到 就是不要靠拿死薪水 想要就是说靠自己的能力 开一家店可以赚更多的收入 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 可以把孩子借过来 这就是我开店的原因 对对对 那你后来突然刹车 而转来的一位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呢 就是产品 然后产品的效果 因为我刚刚不是有在分享 我那个时候身体出现一些状况 可能就是跟先生之间那个时候的一个压力 长期的压抑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内向的人 我不善于把自己的一些问题 然后就是讲出去 然后就是包括我离开之后 我那个时候孩子的一些同伴 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跟我先生之间发生了任何问题 当我知道我要搬出来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的诧异 所以那个时候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导致了我身体就是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未死到沥流 常造症 那个时候后来就是 开始海悦在跟我分享的时候 他是以事业的角度在跟我分享 因为我对这个 就是 那个直销这样子是 算是很陌生的 没有任何的概念 可是我对我自己的那个炒的火锅量 我比较有把握 所以那个时候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 我还分享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后来都把它当笑话 在分享 就是说我曾经分享六个字给他 我说我不吃 我不做 我也不会买 但是我们可以做朋友 对 然后就这样 但是呢 他陪我去找店面 然后就是又带我去餐会 用餐这样子 可是几次之后 我被一个见证感动 对 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算是那个什么 西大姐的一个见证 然后就是在分享 他照顾他先生 就是很 就是先生 就是很 就是很年轻 然后就是不能走 耳朵重听 可是后来 接触到这个产品之后 然后都有改善了 因为我想说这个产品这么好 哇 那我现在 现在这么 那个时候我才38岁 我就想说哇我现在38岁 我就有这些问题 那如果说我要去开火锅店 那我问题会不会越来越严重 我一定会 我想说如果这个东西又可以变漂亮 然后又可以 又可以让身体健康 可以试试看 就因为这样子 哇一吃 一吃回不去了 所以是因为喜欢上产品之后 然后认同产品 在了解公司 嘿对对对 我觉得说我也蛮有 蛮有福气的 然后我 我其实我吃这个产品 五天我就会有感受 像当时我在吃之前 我的胃食道 利流严重到 我的喉咙随时随地 就卡了异物感 对 那个是 那个时候是非常不舒服的 你不是说你吞水 或者是吃个东西 它就会下去 它是随时随地 让你感受到你 你的喉咙就好像堵了一个东西 好 可是我吃这个产品五天 哎我就有感受了 它就没有了 但是它很快的 一个礼拜又回来了 当时我不知道 那是好转反应 我那个 那个时候我还一度怀疑 这个产品的一个效果 可是 但是当下 我还有长召症的问题 我也改善了 因为长召症 那个时候引起我 就是说 晚上没办法睡觉 我睡着 因为那个时候 心情变得非常浮躁 然后就是很浅眠 睡着了以后 只要一个小小的声音 我就惊醒了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很痛苦 那后来吃了之后 我到二十天的某一天 我发现我可以一觉睡到天面 对我就想说 这个产品那么好 然后那个时候 也常常去医院嘛 对不对 好 去到医院 随时随地都看到很多人 那我去挂一个号 我这样看 一个上午就没有了 那我想说 这个产品这么好 哎 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可以试试看了 就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带人 那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也很有福气 很幸运的 就是说 然后就是带的朋友去 然后虽然他没有经营 他当初一开始 就表明他不经营的 但是他成了我的第一个贵人 所以他也加强了 我想要来经营 这个事业的一个信心 所以就是他们进来 当下都买了 当下都买了 对对对 买了以后 后来那个月的收入 我就达到了八万多 哎 我在想说 哎 我公公婆婆 他们在银行里面做金利 对吧 然后一个月的薪水 他也才十万左右 我想说我在这里 才几天的时间啊 哎 他收入就八万多 对 那后来我就 我就开始有一些兴趣 就去上课 然后就是 就是就去那个什么 参加餐会 我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就收入就是29万多 我看到这个收入 我就没有想过 要去开火锅店了 那是第二个月吗 第二个月 我就没有想过去开火锅店了 我就想说 哇 这个事业多好 那我只 我现在我也没有要投入钱 我只是一套产品 我当时我只买了一套产品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把人带过去 上面的人协助 然后这样子 我也没有费 会费多大的精力 然后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收入 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有很大的兴趣 但是可能也因为就是说 我自己本身没有 没有一些就是业务经验 是工作经验 相对的来说 我在里面就是比较 比较比较慢 所以做起来比较慢 对 但是我觉得说在这个实验 也很棒的就是 慢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跟 你到后面 你都会 只要我们不要放弃 你到后面都会成功 对 是 因为你刚刚讲 你16年的家庭主妇是 16年是完全都没有上过班 完全没有 对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 相信 相信了 男人常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赚钱是男人的私情 对 所以其实你 以你的状况来说 也没有什么业务经验 那16年 其实你在外面也没有任何 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交际的活动 没有 也没有人脉 所以人脉资源应该是非常有限 那你是从 从你的好朋友开始 分享起 就几个好朋友 对 其实 你好朋友 就是第一个相信我的 他表明说他不经营的 就是他有 对 他算是其中一个 其实后面加进来的 比方说像往期 他也不算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那是因为我们都用同一个化妆品 那个时候都是用甜蜜 所以这样子认识 对 所以但是 但是 但是我觉得说 就是说前面 前面就是说 找认识 我想要告诉就是说 线上的就是 伙伴 就是说前面要找相信你的人 挺你的人 很重要 他是你就是 进入这个事业的一个 就是 就是一个信心 我说信心很重要 对 然后其实我在那个时候 他进来以后 就是让我有很大的一个信心 那后面其实我们就是算 陌生开发 陌生开发 那个时候就是参加很多的一些团体 比方说就是不要一个人吃饭 这样子的一些一些一些就是平台 还有就是去听很多直销 参加很多的直销 因为那个时候海域 海域跟我说 你就是要多去听 不管什么直销 你就是金银大哥也在告诉我们 你就是去接触人脉 去了解人家 去了解人家 就是你要知己知彼 才会白账不贷 对不对 好 所以就是说你要你要去了解 你要去 人家在跟你分享直销的时候 你至少有一个比较 这个很重要 所以那个时候参加很多的直销的一些 一些会议 认识一些人脉这样子 那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就是迁进 在那个迁进很多人来 其实我觉得说 对于我们新人来讲 前面的一个 前面的一个累积经验 很重要 就是你去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就是在学习 你就是在累积经验 因为我们开始 开始你一定是 你的基本功一定是不会具备的 你纯粹就是以你自己的一个感受来分享的 那个时候你分享不到 就是说这个公司的一个好 就是这个产品 究竟他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对 完全你分享不到他的精髓 所以只凭自己的一个感受去分享 相对的来说 你影响进来的 可能运气好 可能影响进来是一个 那个就是消费者 经营者 你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经营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过程 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验 对于我来讲 对于我来讲 因为我来到这个平台 算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所以我等于说算是一张白子 没有任何的经验 这个时候其实 我觉得说我身上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虽然我虽然我也害怕跟人家去分享 但是我也不害怕去跟人家分享 听起来很矛盾 听起来很矛盾 就是害怕跟陌生人去讲 但是我也不害怕去分享 就是去讲 讲完之后呢 我不会有得失心 我不会有得失心 我听完之后人家拒绝 我就过了 我就过了 但是我会回去再想 然后就是 再思考 会去思考 说为什么 就是这一次讲 我讲了哪一些话 可能对方不太喜欢听 然后就是 去自己 然后再去 想说下一次 如果说遇到一个新朋友 我要怎么样去跟他讲 然后就是在不断的这个过程当中 去累积经验 一直到后面 就是说 当我们的就是说 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 相对的来说 你把人牵进来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就是 那个就会比较高 会比较高 对对对 那你接触五年了吗 那你觉得我们的产品 可以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帮助 带给大家的一个帮助 其实 我就说 有两点 第一个经济嘛 对 第二个就是 那个什么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利宁 美容 应该说三点好了 美容 还有就是 美容 健康 其实就分享我好了 你看其实 以我 当初我开火锅店 我也没有很多的钱 我只有250万 你要想250万要开一个火锅店 你想想看你能撑几个月 对于我完全是一张白纸 没有任何的经验来讲 是因为想开而开 没有去做更多的一些调查 只是想要成功 想要赚钱 就凭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想要去开 通常如果这样下去 好 我那个时候又想要在台北市 对不对 台北市 你随便一个三四十平的一个店面 你要多少钱 就要十几万 我那个时候在民生东西华饭店 对面看到一家 就是餐厅 就是他那个时候是要顶让 单单每个月的租金就要十 四十平左右 每个月的租金就要十三万 那个时候我还回去想说 那个点非常好 那回去思考一下 第二天打电话 然后就被人家租走了 也就是好的店面 大家都在抢 还好 我觉得说还好被人家租走了 不然那个时候以我没有任何的经验来讲 我脑袋一发热 我租下去 哇 可能就完蛋了 每个月三 每个月十三 十三万的房租 你每个月你的人事开销 你的所有的管销 你下去你就没有了 对吗 你可能长不过三个月就没有 所以你看 其实在这里 你看我拿到好处 你看省去了 如果说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投资的话 对不对 我们省去了一些风险 没有任何的风险 那而且就是说我们在这里 就是说只要 只要你愿意去分享 我们在这里 只要去坚持 你一定在这里 都会 都会就是获得 或多 或大或小的一个成就 对 那如果说当然是这个 也要靠 也要看我们自己的一个心 那个什么就是心态 你平常是做了一些什么 那不只 但是呢 有一点就是说你只要在里面坚持 你一定会 一定会获得成功 只是早晚的事情 对 那还有就是说 那个漂亮 莉莉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喜欢 不管是男生 女生 对吗 好生 希望就是说越来越年轻 我相信也是很想要 对吗 对我们都想要年轻 五到十岁 其实我现在看我以前的照片 五年前 真的是比现在 就是看起来 好像那个时候的 我更像姐姐 所以我常常把那个照片 拿出去给人家看 以前我会骂那个海鱼 我说你为什么要拍我 那么丑的照片 可是我现在很感恩他 因为当时帮我拍了那一张照片 所以每次我把那个照片 拿出去 人家都是眼睛真的大大的 我说这是你吗 我说是我 不像啊 哇这个跟像你姐姐 五年前的照片 真的是五年前的照片 应该说年纪越大 然后就是我们样子越老 可是在这里不是 你变得利益了 所以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的 可是在这里得到了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健康 其实我现在团队下面的人 应该也有五六千 应该也有五六千人 所以在团队里面有很多的见证 很多的就是曾经身体健康 有就是有很大问题 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说 吃了这个产品之后也变得健康 对也得到改善了 你不能说完全健康 也是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善 对 就是你看以我们 单单以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说变得就就是精神状态很不好 对不对 更何况一个身体有更大疾病的 那如果说一个感冒 感冒我们我们一个感冒 我们可能就是说 一个一个那个什么 就是也没有心情出去玩 一个好吃的摆在你面前 你也没有胃口 对所以在这里 其实产品让我们就是生活品质改善 那经济上的 然后就是说 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样子得到改善 然后我们的健康得到改善 所以是不是 对真的是就在里面 觉得很开心 就是忍不住就是要分享 有时候你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人家在怀疑的时候 你在怀疑什么 那么好的一个命来 就相信就对了 签就对了 现在就是跟他们讲 不要想太多 签就对了 所以我发现 子晴做日月做得很开心 那你觉得 在日月 做日月的乐趣在哪里 乐趣哦 其实你说单单有乐趣吗 也不是耶 他其实有很多的酸甜苦辣 但是我觉得说 每一个每一个经历 我觉得说都要去享受它 对都要去享受它 比方说你在里面 像我们本身就是说 在就是没有在市场上 去磨练过的 可能就是我们有很多 自我的一些个性 然后就是可能以前 做人就是方方正正的 就很多的灵酒 可是做在历会里面 它就是做人的一个行业 你有人就一定会产生问题 所以在有时候 在当初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因为 别人的一句话 会耿耿欲怀好几天 那么就心里面很不舒服 然后要么就是哭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 这里面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过程 就是说慢慢的 慢慢的你去 把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心胸 就是在跟伙伴之间 或者是上下线之间的一个 问题的一个发生 然后慢慢的你的心胸 被撑打被撑打 对我觉得说这个 这个过程蛮棒的 对但是真的就是说 在里面就是不要 就是说我们就是 不要太玻璃心 你就会享受到 很多的一些乐趣 对那如果说 我们太纠结在问题里面 对一个问题发生 对那你一直纠结在里面 你跳脱不出来 那其实那就会很 那就会很辛苦 对我觉得说很棒的 就是在里面就是让我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一直在修炼 我自己原本的一个个性 让自己方方正正的个性 慢慢的变得比较圆融一点 其实我也算是一个 不太善于表达的人 然后就是不太 不太好 就是善于就是去夸奖别人 觉得不好意思 其实我觉得说 其实我觉得说 有时候应该去适当的 去夸奖别人 赞美别人的优点 我觉得说这是很棒的 一件事情 其实有时候回头想想 我们自己也很喜欢 听好话 听喜欢听 听那个赞美的话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 以前的教育的观念 然后就是没有习惯去 常常讲 讲好听的话 都是看别人的缺点 看别人的不好 所以我觉得说 应该是 应该是要看别人的优点才对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不断的去修正自己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觉得说很棒的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以前不敢 就是只要有人要 因为在立会一定要上台 对吗 不管是上台分享 做主持 做那个什么 做那个分享 然后 然后一讲到要上台的时候 那麦克风的时候就完蛋了 哇 整个心啊 揪的不行 然后就开始胃痛 然后就开始 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吃不下 喝不着 这样子 就好像好神 就是 就是当跟我 邀请我来做这个访谈的时候 我也是 我也睡不着 昨天晚上 我也是 两点都才睡 今天早上六点钟就起来了 心里面一直挂着 然后 就是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觉得说 我觉得说在这里 慢慢的只要你 给自己机会 然后就是给自己去 去尝试 我觉得说都会 都会就是突破 我觉得很棒 所以你发现 你来到立位 越来越坚强 然后越来越圆融 包括就是跟很多人相熟 我觉得还不够 还不够 还要再努力 还要再努力 对 就立会啊 就是就好像一间社会大学 真的是在里面学到很多 学到 学到很多 不管是跟伙伴之间 跟就是跟外面的一些 就是一些就是朋友 在交谈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在学习 嗯 还有就是 我觉得说在立会 还有一个好处 好处就是说 原本我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接触的人 都是可能以前 就是孩子的一些同伴 的一些妈妈他们 可是因为接触到这个平台 我真的是整个 整个人脉 人脉全程变得不一样 其实在现在主下里面 我认识很多非常优秀的一些 一些经营 然后一些大老板 你看 以我 以我们的条件 以我的条件 你看家庭主妇 从内地嫁过来 哪有什么 何德何冷 主下有这么多 优秀的一些人才 也因为就是说 在立会这个环境 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 对 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真的是 就是受惠 那这几年时间 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 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或者比较感动的事情 比较感动的事情 我觉得说 很多 比方说 最 最那个什么 最让我印 那个什么 就是很 很感恩的事 很感动的事 就是我高雄有一个伙伴 也就是 对 他本身是一个 大牌明星的经纪人 对 他本身 就是 后来他是 那个什么 很虔诚的 那个基督徒 对 也是在教会里面 就是服侍 其实以他的条件 背景来讲 他刚开始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他纯粹就是捧场 买一套产品进来 根本没有想过 就是 要那个 就是 就是要 要那个什么 要来经营这个事业 但后面 因为吃到这个产品不错 然后也因为相信 后来就是 就是也 那个就是买了 就是买了二星 买了21套产品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让我很感动的 就是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人 我觉得我从他身上 学到很多 学到很多 就是说他 他 因为他很有爱心 他想要把这个产品 他觉得说 这个产品这么好 其实 教会里面有很多 就是 环境不好的人 也有很多生病的人 他觉得说 这个东西 其实可以帮助到他们 然后就是把产品拿去 就是 就是送给他们 就是 就是给他们吃 所以真的是 很舍得的一个领袖 然后在过程当中 他也 他也有受伤过 受伤就是因为 因为他的爱 因为他的大爱 他一直想要去救人 他 但是那个时候 他忽略了一个问题 我们就是一个保健食品 他以为吃了这个产品 就是可以产生 真的是所有的疾病 都会都会好 所以他对这个产品 他把他期待 把他 把他真的就是 当成先单身化了 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 一个关系 所以导致后面 他分享的朋友 然后其中 就是有吃到后面 就是癌症嘛 前面吃得很好 结果后面就是离开 所以他觉得说 那个时候 他也就是 那个什么 冲击很大 对冲击很大 但是后面他 因为他也一直在 就是 后来我们也是 在跟他分享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 就是说 他不能把它当成先单 他对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 癌症患者 他吃了以后 他的生活品质改善 那我们就是 慢慢的他调试过来 调试过来之后 然后就是说也在 还是一样的 就是说在全力的去分享 像他这个月 也是在挑战 飞马第二个月 但是在他当下 在他当下那个时候 他其实冲击大 他一度是想要放弃 他一度是想要放弃 但是后来也因为 就是说听 也有就是感受到 立会公司 立会公司是因为 就是曾经 他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牧师在越南 越南就是中了新冠疫情 然后就是越南的产品 然后不能在当地去入 对 要么就是当地 是当地入 有点忘记那个过程了 拿不到产品 对对对 那公司很快的帮他 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他觉得说 以他的一个三星 那个时候他三星 他说以他一个三星来讲 公司为什么还可以 对一个三星这样子 然后就是来 就是来解决 就是他需要 就是想要去 去那个什么 解决的一个 一个难题这样子 所以他也被感动 因为他之前也有听到 一些公司的一些负面 对一些负面 所以他当他感受到 真正的感受到之后 他就他就开始 然后就是在全力一副 就是想要就是 对在挑战 但是这个过程 我觉得说很棒的是 就是他的一个态度 他的一个态度 就是让我们就是 也在里面就是学到 学到就是说 就是舍 他把舍真的是发挥的 真的是 林立尽子 对非常棒的一个领袖 然后所以其实像 像很多 其实在这个团队里面 发生很多一些 就是跟伙伴之间 一些很感人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要分享的话 还真的 分享不完 太多了 对对对对 对 还有团队一个 就是桑姐姐也是 你看自己本身一个 条件很好 然后自己先生也是 第一个到非洲去开鞋 那常常在讲 卖鞋的故事 第一个拿鞋去 非洲卖的 就是他讲的他先生 对对对 也是也是因为就是相信 来到这个平台 就是对 所以我觉得说团队里面 很多很优秀的一些 人才伙伴 然后就是在里面就是说 配合之间产生的一些感动 我觉得说 我觉得这个要自己去体验 我觉得我相信 就是线上每一个伙伴 你们都会有这样子 都会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 体悟 还有就是跟就是跟伙伴 之间的一些年纪和感动 对 是 所以你来立位的改变 跟收获是什么 改变收获 改变和收获 就是我现在就是 就是讲话 就是不会像之前这样子 不敢跟人家对眼神 比方说我现在 我跟好神讲话 我可以看着你的眼神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害羞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害羞 对 然后就是 还有成长 在里面成长 然后就是在里面 就是跟伙伴之间的一个连结 对 那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说这是 很很大的一个改变 还有就是我 刚刚有讲到 我的经济也得到 很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原本可能 我出去买什么东西 可能要看看一下价格 我买了以后 我下个月 我的钱还剩多少 我能不能cover这个月的开销 可是现在你基本上你买东西 不会去考量这个问题 对 还有就是 孩子 你看还有就是我的孩子也接来身边 这是我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欣慰 那其实我当时我在 我在初期 我在经营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是把孩子送回去奶奶家的 奶奶家他们奶奶 爷爷都非常好 非常善良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太善良 所以对孩子就是 没有太多的要求 所以以至小朋友就是说 要什么就给什么 也导致了就是说 小朋友的身体 像我女儿就是 就是两年的时间有糖尿病 所以这是我很担忧的 所以还好就是两年的时间 我有把他接回来 现在在我身边照顾 对对对 有认真吃Petit吧 给你女儿吃Petit 我希望他认真吃小朋友 但是你要提醒他 他就会吃 你不提醒他 他就不吃 对 所以这也是我 对 对 担忧的地方 对对对 现在也是控制的还可以 对 那还有就是说 我在这里就是 五年的时间 就是也在台北市 买了一间属于我自己的家 所以这是 可能就是我要开火锅店 以我这个条件 我可能 可能很难达到的 可是因为在 利会这个平台 所以在这里努力 所以让我在这里 买到了属于我的 属于我的屋 梦想家 还算不上 但是我觉得还蛮 蛮不错了 因为我喜欢那个地段 对 五年的时间 可以在台北买一间房子 算是非常的厉害 对对对 因为那个地段是 还蛮精华的地段 所以很开心 对 喜欢 很多人 很多人工作20年 也买不起房子 对 如果说一个工薪主 来讲的话 或者是你10万 20万的收入 你要 你要 你要在台北市 买一套这样子的 4000多万的房子 也很难 对吧 你可能一辈子 也是 开除 除掉开销 可是在这里 短短的时间 可以 所以 所以选择很重要 选择很重要 选择比努力 来得重要 对 真的是这样 好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目标 就是在 瑞威 接下来的目标 接下来目标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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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会 以 伙伴的目标 为目标 我相信 只要 就是说 让伙伴 达成他的目标 那我的目标 自然也就完成了 那当然是 我的一个具体的目标 就是 一定是前面 就是 要达到 近期的一个目标 就是 飞马领队伍 因为我现在 飞马领队一 我一定要 给我的 最最 亲爱 最最敬爱的 一环 对 一定要给他一环 虽然我知道 这个过程不容易 但是我会努力 对 下个月 是不是又多一个 在努力当中 我相信可以 在努力当中 对 好 那 那你自己的目标呢 立位 立位的目标 就是 这是飞马五吗 那你 房子也有了 还有什么目标 接下来就是说 更多的 除了 立会以外吗 对 立会以外 其实我妈妈 我妈妈从小就教导我们 就是说 我们要多 就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时候呢 我们要多去做一些 就是帮助别人的事情 所以在我印象当中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妈妈常常在帮助 比方说以前 在中国大陆 就是荷兰 荷兰 就是常常会落灾黄 所以有很多的 就是很多 很多人没有家 然后就去 就流浪到 就是我们那个地方 所以我记得 那个时候 我妈妈常常就会去 去就是帮助他们 就是给他们 就是好的衣服 我还穿过补丁裤子 补丁衣服 那个时候就很不谅解 为什么妈妈要把好的衣服 好的裤子给别人穿 然后就是要给自己孩子 要留下那个不好的 那妈妈那个时候 后来才了解 妈妈妈当时又说 那个时候不懂 那个时候 她说就是要给别人 就是要给最好的 而不是要把你不要的 给别人 所以我一直这句话 一直印在我心里面 所以我 因为我妈妈本身也是学 就是衣服背景 还有就是有那个 富士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她也常常 就是帮助一些 就是没有人 就是没有钱的一些家庭 就是给她 就是说拿药 就是拿药啊 她都不收他们钱的 就是这样 就是所以就是 如果说在这里 我也希望就是说 当就是当以后 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去和一些 就是说 自统道合的一些伙伴 去做一些日行一善 这样实际的去帮助一些 真正的去做到一些 就是把这个爱送到 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手里面 这是我想要去做的 很棒 好 那莱瑞 有哪些是你特别要感谢的人 要感谢的人 老实说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那首先呢 就一定是要感谢我的推荐人 海域飞嘛 对 真的是如果当初 没有她的气而不舍 没有她一直这样子的去 陪伴我 跟进我 我可能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我不敢想 真的 对 不敢想 所以真的是很感谢她 她算是我进入历会 改变我人生的真的 的一个引路人 对 引路人 其实来到历会 其实你要把一个白纸 然后要教 然后要让她在这里 就是成长成功 其实 那个弹劾容易啊 所以其实 我跟她配合 然后其实我相信 她也就是很辛苦 因为其实我刚刚开始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要她去教导 这样子 对 嗯 所以就真的很感谢她 很感恩 然后就是 再来就是 我们的 就是 那个三八团队的精神领袖 好 就是我们的金银大哥 好 他真的是创立三八这个团队 然后一直 然后就是办教育训练 那我们就是 真的是在里面 哪怕是在外面 撞得头破血流 然后都有一个疗伤的地方 好 所以真的是很感恩 她创立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好 让我们就是说 不管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会 都会有一个 就是 一个 可靠的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 算是一个港湾吧 所以我觉得说 我觉得说很感恩 对 那再来就是 愿飞嘛 虽然说 她给我的一个印象 其实我们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些交集 因为我进来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 就已经就是比较远 然后就是 还有就是 她给我的印象就是安安静静的 安安静静的 柔柔的 可是 她让我冲击很大的 就是从她身上学到很多的 就是 她的一个韧性 她的一个就是 对 想要的那个企图心 我觉得说 也给 也给了我很大的一个 就是说 一个就是 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很棒 也算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 还有另外 只要就是跟她在一起 只要在一起聊天 她永远都是讲历会的事情 她没有别的话讲 永远都是在讲历会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 范董 范董也是 我进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她也才进来一连 我那个时候 常常看到她 就是戴一个耳机 戴一个耳机 随时随地 都是在听那个NDO 随时随地 然后就是也是 就是很 就是在我们印象当中 就是那种 脑好人 你问她什么问题 她都会 她都会 就是说 很热心地回答 一定会回答 一定会教导你这样子 所以其实到后面 她的团队也不断地在扩 在扩扩扩 你变得不断地就是壮大 所以后面也是 但是我觉得说 不管她怎么壮大 只要我们有需要她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活动 需要她的时候 她不管再忙 她一定是排除万能 她一定会来支持 我觉得说这很棒 这让我们就是有那种 就是说 对 有那种就是 你不会觉得 你是被孤立的 不管是跟上面有多远 她都会有一种 就有那种靠山的感觉 所以很棒 那再来就是 红利领袖 红利领袖也是 其实我进来 基本上就是海域 然后就是红利 就一起来带领这样子 所以很感恩她那个时候 的一个陪伴 还有协助 其实红利领袖身上的一些特质 也是我非常就是 对 非常就是 欣赏的 比方说她做人很圆滑 很圆融 应该说圆融 圆滑不好听 很圆融 对 所以她就是说 她把所有的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什么事情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她都很 就是让人家就是感觉处理到很 就是很舒服 所以她这个 这个真的是能力 这个真的是很难 如果说能学到她的那个什么 十分之一 我想应该就很厉害了 然后就是再来就是 你看好神 那个时候不用讲 一定是要感谢的 你看当初也是因为 你把这个产品进来台湾 才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其实好神在我们 在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 真的就是神一样的 然后帅帅的 然后就是神一样的 但是又很有亲和力 完全没有那种价值 所以我觉得很棒 然后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一个恨为 一个环境里面 我觉得说你是开心的 人家说选择一个平台 选择一个团队 环境也很重要 对吗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大家都是 虽然说还有就是一些螃蟹 还有就是螃蟹 螃蟹大家的一些关系都很好 大家都会彼此借力 好 再来不用讲就是我团队的伙伴 相信我的伙伴 好 那就是首先就是王琪 好 王琪 然后就是 然后他的整个团队 主下的团队 哇都超优秀的 每一个都非常优秀 你看像我们的那个 后医师 对 那个亚裔工会的理事长 也是一个很懂得付出 很愿意付出的一个领袖 你看他自己的工作都很忙 他还愿意来花时间 然后来就是来办他的餐会 那所伙伴需要协助 他都一定会全力的去协助 就觉得说真的是很棒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佩如 佩如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领袖 也是对团队也是尽心尽力 还有就是他主下的如玉 你看如玉也是 哇 你看撑起一片天呢 他现在跑到上海去打上海的市场 哇超厉害的 还有就是再来那个另外王琪 我常常在跟王琪讲 我说王琪 我说你的我的团队里面 去掉你的团队 我去掉了三分之二 我的骨都去掉了 你看再来 再来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范范 就是范范 他的另外一条线范范 他们都非常优秀 范范下来又有一个新上 新商品的那个菲 就是前上个礼拜还去参加 他在新装买的那个豪宅 九五之尊 范范 范范 对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盛宴 他们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每一个都是那种 就是不会去看问题 都会都会独立去面对所有的问题 处理问题 他不会就是制造问题的 哇都超强的 还有就是王琪的另外一条线 云尔 然后我们有很深的一个革命情感 其实我们近来没有多久 然后就是就就他就进来了 然后一直一直然后这样去去去去拓市场 打市场到处到处跑新竹 然后就是哪里 然后就这样子陪着去办餐会这样子 对 还有就是你看他主下淑君也很优秀 对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又有人夫夫妻就是固尔氏 哇他们都是非常优秀非常优秀的人才 哇真的是 还有就是杨大哥现在在上海的也是生物科技的老板 对 所以其实他主下里面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一些人才 所以你看他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团队的一个标杆线 就是一个指标性 你看我有另外的线 另外就是桑姐姐 好 那其实还有就是梁慧姐姐 还有就是我的季慧领袖 也孔雀领队 他们都非常的优秀 也非常的付出对团队 其实我带团队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我自己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就是速度 我可能一个悟性我比较比较慢 我比较慢 对 所以我在里面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相对来说 在带组织方面就会就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这是我对他们很亏钱的地方 我相信就是接下来我会我会对会相信会越来越好 嗯 对 好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跟线上的领导人鼓励的 线上最后要跟大家鼓励的就是说 对其实我没有太多的一些工作经验哈 就是在在市场上 但是来到呃立会五年的时间 我听到呃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嗯 那个就是伙伴就分享他们的一些资产的一些经验 其实我觉得说在我们真的很幸运也很幸福 呃能够遇到立会这样呃一间就是千载难逢的一个 呃好平台啊真的是难能可归的一个平台哈 啊真的就是说呃你看我们除了有个好的产品对不对 好制度还有一个好的公司文化 其实你看在这个平台里面你看造就了很多像我们这样平凡的人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真的是呃我想要告诉就是我们线上的所有的就是呃我们的立会家人 其实在立会这个平台就是说我们只要只要你想要好只要你想要然后就是不要放弃好 然后就是说像我们在立会这个过程就好像登山的一个过程啊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到底你才有办法到达山顶才有办法在山顶看到山下的风景对不对好那我们在我们来到立会我们都是想要成功吗对不对我们都是想要在这里就是打呃完成飞马聘接吗对吗好那这样子目标很重要 嗯就是锁定目标啊目标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下子设定如果特别是我们刚进来的伙伴如果我我们一下子把目标设定得很高很大相对的来说你会觉得很困难 所以我们要设定一个短期目标比方说就是短期中期长期对吗短期目标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月目标比方说我们月初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阶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啊 什么样的目标月中好20号的时候30号的时候我们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然后你就去执行然后去执行然后而且要重复下去每次每次每个月这样重复下去再来就是说我们呃我们的心态在里面心态真的真的很重要好那如果说你要把自己你想要在这里获得多多少的收入你自己会知道吗你自己会知道清楚你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如果说你把自己定位在我每个月只有10万的收入那当然你你你绝对不会积极主动对吗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老板呢对不对所以你定位也很清楚定位也很清楚然后就是说我呃呃就是我觉得说我在例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哈 好就是在组织里面哦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呃呃我们应该说是对我们应该说是就是说把自己活得简单一点 活得简单一点好不要去就是当我们人简单了你事情自然就简单了好这是这是我的一个心得因为常常在发现就是说组织里面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那都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自己嗯想的太多想的太复杂了所以当我们自己心变简单了把自己活简单了 你展快出化啦好因为这样的太复杀了的是什么的平址这就是呢把那个新化文化的好多大咱们不合了你所以你做 ministry东西然後由于能金翼大哥 Market就是说就是呢就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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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上岸了 好 跟着跟着就上岸了 你跟着成功的领袖 去跟着他们 你一定会成功不远 好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样OK吗 时间 非常棒 非常棒 好 那今天呢 这样开心能够听到 慈晴飞马的分享 那听了他的一个成长经历 知道他是在一个被家人 甚至他的哥哥呵护 长大的一个小女孩 所以他分享 他其实个性是比较内向的 然后后来来到台湾之后 其实做了16年的一个 应该算还不到啦 来16年嘛 那应该有11年的一个家庭主妇 不是16年 因为我来就怀孕了 16年的家庭主妇 但我觉得说就是 其实做了全职家庭主妇久了 突然要到职场 确实是真的很不简单 不容易啊 非常的不容易 那没有任何的人脉资源情况之下 然后他开始学习 然后去参加一些活动啊 会议 那最重要是自己愿意去 学习跟改变 所以我也看到慈晴 在这五年的时间 改变真的非常多 就感觉他是越来越有能力 而且越来越坚强 那现在可以带领一个非常庞大 一个团队 那我刚听到他的团队的 里面的领导人 真的都非常优秀 那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复制 那我觉得就是 刚刚他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人真的要简单 事情就变得简单 其实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想的太难了 或太复杂 那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就把很多事情简单化 就是 其实我觉得慈晴 就是因为很单纯的一个人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特性 让自己的组织团队 也变得更单纯 那在这样单纯环境的话 那自然每个人都会 更好的一个成长 因为环境就是会造就一个结果 那也非常的恭喜 就是慈晴 工作五年 就可以在台北市买一个房子 那我觉得说 五年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我觉得会 应该会有更大 甚至更好的一个发展 尤其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态度 然后这么棒的一个组织团队 在支持下 我已经看到 我们慈晴飞马 未来的前途 真的是无可限量 越来越好 谢谢 所以真的今天非常 谢谢 然后 我们的慈晴飞马 非常无视地分享 很多他的心路历程 再次接着大家掌声 谢谢我们的慈晴 谢谢你 谢谢 谢谢我们是 跟上了所有的家人 谢谢你 加油 加油 OK好 那预告一下 就是我们下一周一的 豪神有约 我们也有邀请到一位领导人 那这位领导人呢 也算是一个长辈 那他做人非常的朴实 但是他的陌生 开发能力是非常强 过去呢 他开了十多年的咖啡店 那后来呢 是因为妈妈生病的关系 接触了产病 那后来也 进了开始经营 绿位这份事业 那他是谁呢 他是飞马领队 梁树荣 所以想 听他背后的成功故事的话 请锁定下礼拜一的豪神有约 内容会非常精彩 千万不要说过 我们豪神有约呢 礼拜一再见 好拜拜 OK好谢谢 好拜拜 好谢谢我们的子行飞马 谢谢你分享 好谢谢豪神 谢谢 好拜拜 拜拜